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佛法第一修学 佛法的洪传 在每一个时代 稍稍有改革的时候 总不免有一些增益 这种情形在古今中外都不能避免的 但是我们要清楚 要有智慧 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 是一个大幅度 改革的时代 尤其是二十世纪将要结束 二十一世纪 中国人对这个概念 比较上模糊 外国人对这个看得非常严重 但是这个一千年跟另外一个一千年的时候 这是大的改变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有人喜欢过去扩松 还念古老的扩松本 行 我们也赞成 不反对 为什么呢 那是宗教 那是宗教的佛教 我们今天换成新的扩松本 我们是佛陀教人 我们是从宗教里面超越出来 我们不是宗教的佛教 我们是教育的佛教 一定要达到教学的效果 要讲究这 在目前全世界 我们仔细观察 这个佛教的形象 可以归纳为五大位 这是修佛人不能不知道 第一个 宗教的佛教 大家都看成佛教是世界六大宗教之一 佛教本来不是宗教 变成宗教 那么第二种呢 学术的宗教 把这个佛教 把佛教经论当作学问来研究 当作哲学来研究 许多学校里面开佛经这些 这是佛教 变成学术 这是第二种现实 那么第三种现实 佛教变成邪教了 这个情形 大概最近 三四十年时间 我们看到的 邪门外道啊 欺骗善良的众生 打着佛教的招牌 打着佛教的招牌 所作所为 于佛的教界完全相违背 这邪教啊 这邪教啊 对社会 对众生 有害而无利 第四种啊 这个形式啊 作秀的佛教 表演的 规模很大 一次表演呢 有几万人参加的 再过再过 大概是 年三个小时的节目 真正奖金只占半个小时 开始半个小时 其他通通是娱乐的节目 这个我们看到 做秀的佛教 最后这一种呢 我们称作传统的佛教 传统的佛教是什么 是教育 是教育 跟前面四种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 是教育的精神啊 传下来的 教学的原理原则 我们要认识清楚啊 在这五种形式当中 我们学哪一种 集成传统 要把这个传统发扬广大 佛教是教育 佛教是教学 与宗教与教学通通不相关啊 这个理念不是我提出来的 明国十二年 欧阳靖吴大死 他是一位在家居士 当时在南京 第四中山大学 这个学校就是现在的南京四番大学 现在改成南京四番大学 在这个前面 四番大学前面 金陵女子大学 在明国十二年那个时代 第四中山大学 欧阳先生在那里做了一次讲演啊 那个讲题就是佛教非宗教非哲学 而为今世所必须 那次讲演 他的学生王恩阳居士 做成笔记 做成记录 以后印出来流通 我是在1977年 在香港讲经的时候看到这个文字 给我很大的启示啊 我们过去都把佛教看作宗教啊 他提醒我们了 于是我们现在仔细观察 佛教在这个社会里面活动 归纳成五大乐业 那欧阳先生集成的是传统的佛教 是教育 是教书 所以他在直南内学院院训里面 特别强调私道 佛法是私道 私道是教育 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私 是我们根本的老子 是当时创教的这个老子 我们今天造一个礼堂 来供奉他 这个礼堂称为大雄宝殿 来供奉他 来纪念他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佛弟子供养佛菩萨的形象 你要懂得什么意思 不是把他当神来拜啊 不是求他保佑啊 你要把他当神来看待 求他保佑 你搞的是宗教的佛教 那这不是传统啊 传统供奉的 佛是我们的老师 老师的一项 菩萨是我们早年的学长 他是佛的学生 我也是佛的学生 他比我早啊 我们称当学长啊 我们是平辈的 所以供奉佛菩萨尊师众道 给中国人供养祖先意思一样 报本凡事 我们报答了最初的老师那个恩德了 供奉是这个意思啊 另外一个重要的意思 今行四起 老师做佛太世人了 他能做佛 我也能做佛啊 我听从他的教导 跟他学习 我要做佛 我要做菩萨 你供养观世音菩萨 学观世音菩萨 我也变成观音菩萨 我供养地藏菩萨 我也要学地藏菩萨 我将来要做地藏菩萨 这就对了 供奉佛菩萨现象 提醒自己 是自己修行的一个榜样 是自己修行的一个模式 我要修得跟他一模一样 这个理念哪有迷信呢 哪里是崇拜偶像呢 外面人说我们迷信 说我们崇拜偶像 完全是误会啊 说他不好听的话 完全是他无知啊 他不了解 说话不负责任 别的地方说话不负责任可以啊 新加坡说话不负责任不可以啊 犯法 一定要了解得清楚 了解得明白 我们学什么 所以我将我们佛弟子 一定要有很明确的地位 我们在社会上什么地位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定位从释迦牟尼佛开始 佛陀跟他的弟子们 要用现在的话 他们在社会上什么地位 是一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佛法传到今天 年轻五百多年 我们这些佛弟学生 我们也是要做一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义务就是不求报酬啊 热心佛物啊 我们从事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的范围非常广大 我们从事佛陀社会教育 佛陀是什么意思呢 智慧之物 我们做的是 智觉社会教育的工作 帮助大家破迷开悟 利福德洛 在社会上是这样的地位 在社会上是这样的地位 我们从未来告诉我 中国大陆 官方可能要邀请我 我听得很欢喜 邀请我 我会给他一点贡献 在佛法上 我可以给他一点贡献 佛法要证明佛陀教育 佛法要定位 社会工作教育的工作人 非常崇高啊 从事社会教育 这个工作 跟普通教育工作不一样啊 那么出家 一定要经过考试 恢复考试的制度 我会给他们建议啊 因为你是从事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 你要有什么资格 不是普通人能做的 一定要经过考试 你的德行 你的学问 你的能力 确确实实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破灭开悟 你才有资格 担任这个工作啊 那么这个方式呢 我就可以给他建议 一定要读佛学院 佛学院毕业出来之后 参加国家的考试 考试及格之后 发执照给你 你可以从事 这个佛教传教的这个弘法的工作 你要没有执照 你到外面讲经说法 你写文章发表 你算法 佛教私自 水平才能提高啊 才能为国家 为社会做出真实的贡献 他们来找我 我有很多好的建议 我可以帮助这个社会 能得到安定和平繁荣 希望 现在年龄大了 工作是不行了 不能出力了 这个动动头脑啊 说几句话行 没问题 我很愿意说 好 我们看第二位 光阴影天子 那么在这个 这个大段新闻里 我们都看到王 先看到是贵王 那么后面看到呢 天王 这个日天子 月天子 都是属于御界的天王 那么 那么到底下一段 就正式用天王 就正式用天王 三十三天 正式用天王 这个比天王还脆的 用天子 没有用天王 这是御界天里面最低的 但是我们要记住 全是诸佛如来映画的 如果真的是天王 人王 贵王 都没有资格 参与华言法会 华言法会里面最低的水平 法身大死 在华言会上表伐的 华言会上说话的 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 绝不是真正的 这个这个 三行十身的菩萨 不是 全是诸佛如来映画的 主要这样看 这个意思就圆满了 意思就丰富了 他们是化身 光业影 我们从这个名号里面去看 太阳跟月亮 这个名号里面 都有光 这我们现在叫做发光体 光表智慧 前面 月天字里面 所说的光 表全智 日天字里面所说的光 表深智 这个是表伐不相同的地方 光业也 一是火焰 也是光明 这两个字和起来 意思就很丰富了 说明 全是两种智慧都具足 叫光业 这个眼呢 灰眼 智慧之眼 跟我们凡夫的眼不一样 凡夫肉眼 有少数 所谓有特异功能 有点小小的天眼 可是 这些菩萨的 不但有天眼 他有慧眼 他有发眼 他有佛眼 华言会议上出席的大众 人人都是无言圆明 这些都是事实 所以 对于一切众生 了解得很透彻 如果对一切众生 不是透彻的明了 你就没有法子 就帮助众生 为什么呢 说法不弃机嘛 佛说法 佛说法 特别 教计 后来的学生 要守住一个原则 原则是 切记切礼 切记而不切礼 那是魔术 不是佛术 切礼而不切记 叫废话 为什么呢 听众听了不得受用 听了没用处 没用处就是废话 说得再好都是废话 没用吧 所以佛的说法 菩萨说法 切记切礼 不违背真理 不违背真理 在佛法里面讲 不违背信德 自信的智慧福德 不违背信德 决定是相应的 又能够适合众生的 先前生活 先前这个程度 真正对治他 眼前种种的病态 对他有真实的好处 真实的利益了 这个叫奇迹 这个叫奇迹 换一句话 学了 马上就能用得上 光阴炎 怎么学法呢 光阴炎 怎么学法呢 就是这么过激 智慧的得道 一定要从禅定当中得来 佛教给我们 应接得定 应定开会 你心不定 哪来的会 这个心定 就是根本质 定心起作用 就是后的事 但是这个定 要有相当程度 不是前定 不是小定 有相当程度 前面曾经跟主委讲 这个定功 能够转变烦恼 扶烦恼的定不行 转烦恼的定 才叫做根本质 那我们要求 第一 心意觉的条件 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放得越多越好 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你放下越多越好 对你自己有大帮助 第二 我们今天用修定的方法 是用念佛 念佛堂 就是修学念佛三昧的场所 三昧是禅定 念佛三昧是高级的禅定 不是普通禅定 大经里面常讲 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三昧中我 最殊胜的三昧 你也在勤修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大分也有三等 最高的 理一心不乱 其次的 四一心不乱 再其次 最前的 功夫成平 那 神的念佛三昧 我们没有把握 大到 前的念佛三昧 功夫成平 可以说是 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大到的 你能不能得到 就在看你 你能不能放下 固然把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这个功夫成平 前的念佛三昧 不难啊 你得到这个三昧 你生死就自在了 你才晓得这个可贵 世间任何一桩事情 不能跟这个相比啊 哪一个人在世间 生死有把握 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想多住几年 就可以多住几年 那叫生死自在啊 跟诸位说了 功夫成片就自在了 你就真地成就了 功夫成片里面也有三倍九品 上瓶功夫成片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完全自在 完全自在 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想站着走 就站着走 想坐着走 就坐着走 都大自在 决定不生病啊 你跟阿弥陀佛就通消息了 功夫成片 上倍的就做到了 那么在中倍的还不行 中倍大概在往生前三个月 两三个月知道 中倍的 下倍的大概往生前一个星期 前几天知道 这是功夫成片下等的 所以我们将来念佛堂 成就大家往生的 会很多很多 道场殊胜不可思议 这个道场帮助转变时空啊 我们从三度空间 转变到无数度的空间 从这个忌苦的世界 转变到极乐世界 然后晓得 念佛堂 弥陀春的建立 是什么样的功德 什么样的感应 不告诉你 今天下午 我来到此的时候 林伟源爵士告诉我 洪老爵士 就是要捐赠杨树岗这块地的 这个老爵士 我跟他见过一次面 他病得很重啊 听说他这个喉 喉咙挡着一个洞 已经有三年了 他自己也常常想到 招不保习 所以希望赶紧 在他有生之年呢 做一桩好事情 这桩好事情 真实功德 我一下 立日告诉我 医生给他诊断 他里面的这个 癌细胞东西 拉出来了 好 告诉他 他这个伤口两个月之后就可以复原 不可思议 三年的病痛发这个心 居然他的病就能好 我们看到很欢喜 很感动 佛力加持 欠这块地无量功德 这块地上将来不知道多少人在这里臣服 你说这功德多大 所以他这个感应 多少年的病苦的时候能够复原 稀有 所以 这些感应的事情 我们这几年来看得太多了 看得太清楚了 不能不信 真正的佛报 真实的佛庭 在此地 认识清楚了 搞明白了 赶紧重复 不遗余力了 我有多少力量 重多少 将来收获不可思议 为什么不干呢 所以我们要得光烟 没有别的 要认真修戒定慧 念佛堂就是修清净现 这个重要啊 要把我们过去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思想 扭转过来 那个效果就很快了 这个洪老先生一生都是为自己 所以没有办法克服业障 他晚年带着这个病苦 现在觉悟 给一觉悟 一发型 一回头 你看身体 马上就好了 再看下面 第三针 虚拟光 可谓静闯天词 这一针菩萨 得号比较长 名号里面 虚拟光 这是比喻 虚拟是这个地区 我们说这个地区 是讲的 严腐体州 严腐体州 就是讲的我们地球 这个地球是 南严腐体州 这一州 虚拟山在哪里呢 虚拟山在小世界的当中 四大步骤 这是四个星球 连同日月 日月都是绕虚拟山而转 这是佛在经上说的 日月绕虚拟山而转 虚拟山在日月 这个轨道的当中 你们想一想 虚拟山在哪里 过去 我们很多人误会 我也是误会之一 都把做 当做银河系 现在我们天文学家 发现的银河系 以为是一个大千世界 很多人都是这个看法 那么我到北京 去看黄建祖老居思 我们谈谈了这个谈话当中 提到这个问题 老居思 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 我听了也愣住了 然后想想啊 他这句话也有道理 为什么呢 太阳月亮确实是绕银河系 在斗圈子 银河系的中心 就是佛法江的虚拟山 我们中国人叫黄极 黄道 什么叫黄道 没有读天文学的 不懂 如果读天文学 你懂的 什么叫黄道 黄道是行星 在太空当中啊 运行的轨道 那叫黄道 踏石潮 太阳系 这个星系 是绕 营火而转的 营火系的中心呢 才是虚拟山啊 我们见不到啊 这是佛说的 虚拟山 佛像 是重宝所臣 自然放光 所以佛经上 常常用虚拟来表 高大 表不动 他不动 其他星球 都会绕他而转 他是中心点 取这个意思 那么虚拟光在此地 就是表根本质 根本质是不动 就如同虚拟山一样 后德质 那是善巧方便 就好像 重心 围绕着他转一样 用这个来表发 下面这几个字 可谓尽创 清阳大师 对这几个字 有简单的注决 为 为是怕他 谁为他呢 造我的人 造我的人 看到他了 心不安 怕他了 可以进 这个可 是零到下面 实际上这句话应该是 可谓可进 这个可是双关字 上面是可谓 下面是可进 可谓 作物的人 见到日天子 就可谓 做善的人呢 看到日天子 就可进 床是明显的意思 那么这个意思 这个名号的意思 我们和起来看 意思就很明显了 他的智慧 他的光明 他的德行 让世界 让世界 造作一切罪业的众生 看到他 害怕了 不敢面对他的 而世界一切 行善之人 看到他 非常尊敬 那么这个意思就说明 虚弥光天子 他的德行 教化一切众生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菩萨要教别人 首先自己要做到 自己做不到 就不能教人 自己要先做到 成就自己的智慧 德行 学问 能力 然后才能帮助一切众生 才能够教导一切众生 这个是菩萨名号里面的含义 第四顺 立构 薄庄严 这个名号 意思 很清晰 勾 是燃 因为热天子 是比较根本质 所以此地这个构 三类的烦恼 通通包括在其中 尽死 沉沙 无名 都是构瓜 一定要原理 我们学会的同学 哪一个人不想原理烦恼 天天想 没用啊 还是天天生烦恼 这个毛病到底处在什么地方 处在没有把烦恼 学历 也就是没有把烦恼放下了 这个放下是从心里面放下 你心里面常常还想着它 那就不行 你没放下 心里从今之后 不要再想这些烦恼了 烦恼就放下了 有些人 我不能不想 没这个道理 你是自己欺骗自己 还想欺骗别人 你没有忏悔呀 你没真的放下 不是不能放下了 如果真的是不能放下 想放下 不能放下 这一切祝福 怎么能成得了佛 这些发生大事 怎么能成得了菩萨 说实在话 是你自己不愿意放下 不肯放下了 你真肯放下 真愿意放下 不难啊 那么为什么放不下 对这个四十真相 没搞清楚 没搞明白 对于一切虚妄 依旧执着 这才是你真正的病根 因此 放下 那个前面是看破 你没有看破 你怎么肯放下 今天下午台北那边有个巨师 打个电话给我 他告诉我 他现在开窍了 开窍什么 明白了 他把台北的房子卖掉了 他说现在台币升值 换成新加坡的钱 换了一百万 汇过来 捐赠给梅桃村 一半给梅桃村 一半到大陆旧灾 他说他开窍了 没错 真的开窍了 不开窍的时候 他拿不出来 明不了了之好事 真正的福田 所以没有看破 怎么能放得下 你一斤里放不下 没看破 你一斤里在此地 不肯出力 是因为什么呢 你没有看清楚 这是福田 另外一个想骗你 我在那里出很多钱 到那去拥护 你被骗了 你没看清楚 甲福田当作真福田 真福田认为是甲福田 搞颠倒了 你还在迷糊 还没开窍 佛法的修学 可以说 从初发心到 究竟果位 没有别的 就是看破放下 放下看破 就是这年中 相浮相成 你越是看破 越能放下 越放下 更深一层看破 一直到如来 究竟果位 立狗啊 所以 他为什么会开窍呢 天天在听录音带 他没有寄回到现场听经啊 我们所有讲经的录音带 他通通都要 我们都寄给他 听了好几年啊 过去也是很难学的啊 好不容易啊 他开窍了 不容易啊 不简单 不简单 他开窍了 明白了 毫无保留啊 全部贡献 我恭喜他了 你修的是圆满功德 他并不是很有钱的 只有这么一点能力 你修的是圆满功德 将来的国报 也是圆满的国报 离开烦恼 狗会之后啊 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就先前了 那是宝 这个宝是自信的宝藏 不是从外面来 智慧先前 德能先前 德使 信德往外流露啊 能是能力 德也 德也可以说 德相 能就是全知 善巧方便 庄隐自信 庄隐自身 庄隐佛格土啊 这个佛国土是境界 可见的那个心里头 一面转过来 真正的庄隐 这个回向啊 才落实 愿一次功德 庄隐佛国土啊 你要是没有利益烦恼 你拿什么庄隐 下面一帧 第五帧 勇猛不退转天子 这个意思也非常的明显 就是勇猛精进 精进 静就是不退转 这个里面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 是精进 精是 纯而不砸了 这叫精啊 绝对不是砸劲 不是乱劲 这个对我们的修学 产生很大的妨碍 为什么 我们念佛堂 开张三个月 三个月 我仔细观察 念佛堂这几个 灵重的法师 他们变了 念佛堂里面 常常在念佛的人 我也仔细观察 变了 容貌变了 态度变了 变得稳重了 变得有一点点 像修道人的样子 以前不像啊 现在有点样子了 不过样子还不明显 模模模模模的 所以我想 再有三个月之后 他这个形态就不模模模了 就有样子了 所以我今天很感慨地说 我们讲经的法死了 在讲台上讲三十年了 不如人家念佛堂修三年 这是实话 不是假话 念佛堂 这个念三年佛 你看他一举一动 像佛的样子 他的容貌变了 心变了 行为变了 态度变了 大福德相 讲经的法死 如果不能骑入境界 不能跟他别 他们决定往生做福 讲经的法死 重一点 世间有漏的福报 还要搞生死 还要搞轮回 所以诸位要晓得 讲经是福德 不是功德 念佛是功德 不是福德 不能别 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 所以我们现在 勉励讲经的法死 每一个星期 一定要参加三十六小时的念佛 希望是皆心相应 如果读教这个法死 读经念佛堂了 那我们这个佛修院不能办了 他们到这个时候 是佛修院报名 要来学经教的 学讲经的 我们要满他的院 但是没有行门的功夫 你的解门没有办法欺负 一定要行帮助解 解帮助行 那就快乐 解行不能离 相辅相成 解行是一桩四球 那么念佛堂同修着重在心门 暂时把解门放在一边 等到你念到心清静了 你来听经 一听开悟 他会开悟 天天研究经教的研究几十年还不开悟 他一听就开悟 为什么一听一听就开悟 因为他已经是佛心 什么叫佛心 一心就是佛心 二心是凡复心 是轮回心 一心是佛心 一念到功夫成片 那就是一心 心里头没有妄想 没有咋念 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 这个才是勇猛不退转 才是真正的精进 希望我们同修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四十真相 然后才懂得什么叫精进 什么样才能得到真实利益 我们这一生就不空过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感谢观看